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凯宇 你有观察过自己或者是伴侣 在关系里发生冲突的时候 习惯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这些行为反应背后的感受跟需要又是什么 在起点有一门课程叫做我们再爱一次 它是由伴侣諮商师黄以白老师所主讲的 有很多学员听完之后都不约而同的提到 在课程里有一个概念让他们印象深刻 这个概念就是刺猬跟穿三甲 刺猬跟穿三甲是以白老师所提出来的一个比喻 用来理解伴侣在关系里面的互动模式 如果你有听过爱情诊疗师这个单元 你应该对于这个说法有一点印象 所有听完课程写信来问问题的学员 以白老师都会先确认他们在关系里 谁是刺猬谁是穿三甲 这样的分类能够让人快速的了解到 在亲密关系里 当我们感觉不舒服不高兴甚至于痛苦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 背后在意的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好奇 怎么样知道自己在关系里是刺猬还是穿三甲呢 是讲话比较激动比较咄咄逼人的就是刺猬吗 比较安静不讲话喜欢冷战的就一定是穿三甲吗 不完全是这样的哦 一个人到底是刺猬还是穿三甲 主要是看他在关系里当痛点被踩到的时候 亲密连结断掉的时候 他回应痛苦的方式是什么 他是去靠近还是去远离 会选择靠近跟关注情绪的那是刺猬 会选择远离跟隔绝情绪的那就是穿三甲 你也可以简单理解成 在关系里比较追的那一方就是刺猬 而比较逃的那一方就是穿三甲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是刺猬还是穿三甲 在不同的关系里并不是固定的 因为追跟逃是比较出来的结果 所以有可能在一段关系里 你是比较追的那一方你就是刺猬 但是在另外一段关系里 对方比你还要追 那相对而言你就是穿三甲 这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觉得这个比喻除了好玩之外 他还会有一些启发 因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个人 说一个人做了什么 那就是哪一种类型 而是从配对的角度 来看双方是怎么互动的 有了这个角度之后 我们就能够明白在关系里 两个人在面对矛盾跟冲突的时候 具体会有哪些行为反应 还有这些行为的背后真正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对刺猬来讲 他们会想要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 他们的情绪表达通常是鲜明的 希望自己在意的事情被看到 被回应 被了解 被解决 他们可能看起来情绪很激动 咄咄逼人 在他们尖锐的刺底下 他们真正感受到的是被忽略 被拒绝 不被爱不被照顾 他们真正的需要是希望你去靠近他们 把断掉的亲密连结重新接起来 而对穿三甲来说 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没有反应 或者是比较冷淡的反应 他们在冲突的时候没办法思考 也讲不清楚自己的感受 最常说的就是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让我想一想 让我静一静 或者是做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 但是在坚硬的盔甲底下 他们感受到的是焦虑跟受伤 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做都不够好 没有办法让伴侣满意 自己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他们需要的是安全感还有肯定 当然了 穿三甲也跟刺猬一样 也会有情绪激动 大声指责对方的时候 但同样的行为 他们需要的却是不一样的 穿三甲在失控的痛苦里 他们通常要的是 争吵能够停下来 但是刺猬在失控的痛苦里 他们要的 则是另一方的柔软 安抚跟靠近 再譬如说穿三甲跟刺猬 都可能做出离家出走的行为 但穿三甲离家出走的时候 他们心里的OS是 世界终于安静了 我终于可以好好静一静了 而刺猬心里的OS则是 哼 我就是要让你担心 让你内疚 我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出来找我 简单来说 他们一个真正想要的是 你为什么不走开 而另外一个想的则是 你为什么不靠近 有好多学员都跟我回馈 光是认识刺猬跟穿三甲的概念 就对他们的关系有很大的前进 他们总算明白 为什么每一次冲突的时候 伴侣总有些重复的行为 这并不是要故意气他们 跟他们作对 而是过去的成长经验 把自己跟伴侣塑造成这个样子 就像有学员说 他们听完课之后才知道 自己的伴侣是支妥妥的大词尾 每一次冲突的时候都非常的激动 讲话都非常的难听 他一直以为伴侣是要他走开 结果没有想到 对方真正要的是靠近 所以之后每一次争吵 他都要上前抱住对方 十有八九伴侣的气都会消掉 以前的他会习惯一直解释 一直争论对错 没有想到完全努力错方向了 原来只要一个简单的拥抱 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学员说 伴侣每一次冲突的时候 都不讲话跑去打电动 他一直认为伴侣不在意他 不想要解决问题 听完课之后才发现 原来他的伴侣是一只穿三甲 他会本能的逃离刺激缘 但这不是因为他不在意 是因为这是他舒缓痛苦的方法 意识到了这一点 之后的冲突 他都会提醒自己 给伴侣一点时间跟空间 等到彼此的情绪都稳下来之后 再来讨论 最后呢 我帮你总结整理一下 在亲密关系里 当痛点被踩到的时候 如果你的自动化反应 通常是去关注不舒服的感觉 积极地想要消灭刺激的来源 寻求连结 那你就是刺猬咯 如果你的自动化反应 通常是去忽略不舒服的感觉 想要远离刺激缘 一个人静一静 那你就是穿三甲 回到你身上 你知道你跟伴侣 谁是刺猬 谁是穿三甲吗 对方在冲突里 那些让你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或反应 现在有没有稍微理解了一点呢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很有帮助 想要了解更多刺猬跟穿三甲 在冲突的时候 需要怎样帮助自己冷静下来 还有看清楚对方行为背后的在意 那我非常鼓励你 可以加入以白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再爱一次 有十多年伴侣諮商经验的以白老师 他见过很多伴侣 彼此相爱 可惜却因为不懂得怎么相处跟沟通 每一次的争吵都会陷入同样的冲突模式 把自己和对方搞到心力交瘁 在经过以白老师的陪伴跟引导之后 大部分的伴侣都学到了正确面对冲突的方法 能够把断掉的亲密连结重新连接上 愿意再爱对方一次 这些方法你都能够在他的线上课程里 有完整的学习 而最后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你只要在6月12号之前加入这门课程 你都能够享受优惠价2599 错过这个时段 价格就会调整了 相关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